云林谷坑山区在27号下起了狂风暴雨 犹如台风来袭 风雨的威力非常的惊人 还造成了谷坑招呼国中校园内 有一棵台湾山木被强风整个吹断 压坏了教室的屋顶 部分的樱花树也被吹到严重倾斜 所幸目前正值暑假 没有学生在场 无人伤亡 校方事后也赶快通知县府 清理善后 一阵阵强风呼呼的吹 吹得远方 树木左摇右晃 大雨狂下 也被强风吹成45度角 风墙欲大 犹如台风来袭 超杀人 云林谷坑山区 27号下起 午后雷震雨 狂风伴随暴雨 威力完全不属台风 风雨持续约15分钟后 张湖国中校园 暴受摧残 大树蓝腰吹断压道 教室屋顶树枝比较细的 也被吹到倾斜 师生连忙收拾残渠 浮阵被吹斜的樱花树 夸张事就连看似坚固的 木栈道扶手 也不抵强风被吹掉 索性当时没人在场 无人受伤 很突然间的那个风 有点像台风这样的状况 校园内树倒一片 校方也紧急通知 县府教育处 派来工程人员 切割倒树清理善后 现场就在一处斜坡上 切割倒一半 倒树台一度滑落 现象还生还好 人没事 由于今年7月 台湾都没有台风来袭 反倒夏季 午后雷震雨特别多 山区或是平地 刮起的强风 好雨破坏程度 几乎等同于台风 提醒这两天 午后天气骤变 情况还是会有 民众得多留心 一侧安全 解锅正义 运力不倒 请不吝点赞